据广球网报道 台媒中时新闻网12月10日 以歼20是非陆南部战区天立起飞题 报道解放军在南部战区 也装备了歼20隐身战斗机 该报道 引员荷兰航空网站紧急起飞的报道 声称解放军在南部战区某旅 北部战区某航空旅 东部战区航空旅 以及中部战区旗下的两个航空旅 都装备了歼20战机 在今年7月1日 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 我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6型71架军机组成4个空中梯队 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 最令人熟悯的歼20机梯队 有15架歼20战斗机 组成3个5G的舰行编队 对于这15架歼20战机的集体出现 外媒也给出了相当高的关注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 中国的歼20应该是已经有了 比较大的装备规模 他们猜测数量要超过100架 甚至是超过了150架 此外 在七一期间 空军还公开报道 歼20至少已经装备了 强军先锋大队和王海大队 正在空军卓著的 人民空军老部队 再根据外媒最新的报道 解放军南部战区 已经开始部署歼20隐形战斗机 如果情况属实 这意味着 临至台海方向的解放军 两大战区相关部队 已经或即将装备歼20战机 不久前 据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节目 一条新闻显示 东部战区某航空里 某旅的一架歼20隐形战斗机 被群众拍摄到出现在 浙江恒州市上空 这是歼20首次被排到 向主要战略方向实施前出 杭州位于浙江省东部 这里到台北的直线距离 只有500公里 正好是歼20战机 发挥超强战力的最佳距离 从杭州出发 歼20战机 可以将东海医院的大范围空域 纳入掌控之中 在取得台海制空权的同时 还可以阻断 来自冲绳方向的美国军机 不过 外媒报道歼20战机的 很多新闻都是凭空猜测 并没有切实的证据 现代化空军都是跨区作战的 其实 G-20哪怕全部装备在北部战区 也一点都不影响 去台海空域作战 它没经常自作作行 什么事情都要往台海方面联想 目前我们空军 是高度联合的 全空域机动作战 因此战机并属于 哪个战区都不影响 某个战略方向 G-20就是这样 这款战机是可以随时机动部署 全域到达的 在以前并属于 西部战区的殲-11战机 就多次出现在东海上空 与日本空中自卫队进行较量 北部战区的战机 也到过南方跨区训练 G-20如此迅速装备部队 主要原因之一 是中国目前正在面临 第五代战斗机的包围 包括美国极其盟友 部署在东亚的五代机 包括F-22A和殲-35系列战斗机 总数已经超过100架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1300架固定仪舰载器 也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空军 美国海军一共订购了260架 F-35C舰载器 然后就把400多架 F-8-18E超级大狂风 升级到贝克-3的水平 以及100架 EA-18G咆哮者 美海军陆战队 则采购了340架 F-35B和80架 F-35C舰载器 这样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可以保持超过 1300架固定仪舰载器 包括340架F-35C 340架F-35B 400多架 F-8-18EF超级大狂风 和100架EA-18G咆哮者 以及75架E2D先进鹰眼 部署在11艘航母打击群 和12个量级攻击群上 如果在一个重点战略方向上 投入1分之1的舰载机力量 美国能够在某一战场上投入 400到500架固定一舰载机 这足以打垮 大多数国家的暗机空军 无论是机队规模 还是单机性能 应该是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 其他任何国家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无法匹敌的 根据外媒的估算 歼20战机已经装备了 大约100架以上 而且已每年 20到30架的数量增长 目前已经有三个作战旅 和两个视讯旅 装备了歼20战机 形成了比较强大的打击力量 这也是世界上 除了美国以外 第二大规模的五代机队 说明歼20战机的装备数量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说明中国空军 已经登上世界巅峰 根据成飞 官方媒体号刚刚发布的 交付战场 战营轰鸣文章消息称 为坚决完成战机交付任务 成飞公司已经发布了 总经理一号令 成立五个一对一结装团队 以便满足创造高新的交付需求 这说明 歼20战机经过数年的磨合 已经到了大规模生产时期 从2011年首次试飞 到2017年入列服役 歼20只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 就加入空军服役 可谓是世界上 延至周期最短的 第五代战斗机了 歼20的入役 提升了我空军 综合作战能力 实现了我国航空工业基础能力 和航空武器装备 建设从第三代 向第四代的跨越 从2017年服役到2021年的短短四年间 歼20的服役数量 已经达到了100架左右 100架左右的歼20战机 会对中国空军作战能力 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具有无与伦比的性能优势 可以绝对碾压任何三代机 歼20战机的大批量装备 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态势 产生巨大的影响 歼20可以实现广阔空运的制空权争夺 实现大国空军的全域到达 全程使用的战略作用 实现我们国家利益到哪里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就到哪里的总需求 美国诱葛台湾韭菜 超80亿美元 卖6架ERD 台湾指望用起对抗歼20 根据台湾省联合报的相关报道 近日美国方面终于对台湾求购 ERD鹰眼预警记给出了回应 不过美国厂商给出的报价非常离谱 6架ERD先进鹰眼预警机的报价 超过80亿美元 军摊下来 每架ERD先进鹰眼预警机的价格 达到了13.3亿美元左右 6架ERD预警机的采购价 就已经够台军购买66架 全新的F16V战略机了 台湾省此前 已经从美国进口的6架 12型预警机 被台军视为自己的空中预警的绝对主力 目前 美国海军也订购了75架 ERD现在预警机 每架ERD预警机 海购价为2.06亿美元 现在卖台军 一架13.3亿美元 可以看出割韭菜 割得有多狠了 12预警机家族的历史不短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装备NAPS-96 特高频雷达的 12预警机就已经服役了 特高频雷达的优点是衰减慢 监控范围大 比如早期的ERA预警机 在9150米高空飞行时 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370公里 不过 特高频雷达的探测精度较低 所以只能起到预警作用 无法提供精准的侦测数据 ERC预警机 可以算算是一代经典 ERC-UP2P4 因为换装了NAPS-145雷达 与ALQ-217电子支援装置 不仅探测距离提升到了560公里 而且能够同时追踪 2000个以上的飞行目标 在ERC预警机和ERD预警机之间 还有个鹰眼2000的过渡型号 性能介于ERC与ERD之间 因为当时的ERD先进鹰眼 预警机的性能还不成熟 所以被美国海军侍卫过渡型号 仅采购了24架 ERD先进鹰眼 预警机是目前 ERC系列预警机中最先进的型号 除了沿用机身外 机身雷达到发动机全部换了 雷达使用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NAPY-9主动电子扫描 相位阵类雷达 同时使用了全新的玻璃化作舱 得益于全新升级的系统 ERD先进鹰眼 预警机拥有引导标准6 导弹拦截巡航导弹的性能 ERD先进鹰眼 采用了机械扫描 加电子扫描的复合扫描方式 可以有效过滤 地面雷达砸拨 对歼20这类 目标拥有更强的探测能力 同时 其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 在550公里左右 同样具备远距离 大范围探测能力 ERD拥有三种扫描方式 分别为先进机载 预警监视模式 重点扇行扫描模式 和重点扇行跟踪模式 ASS模式下 ERD预警机 可以进行360度全方位扫描 ESS模式下 在ASS模式下 增加了对重点区域的扫描和探测 ETS模式下 雷达系统起进行电子扫描 对目标所在扇区进行重点探测 整体上来看 ERD先进鹰眼 预警机确实拥有 对隐身战斗机的探测能力 这是台军急于求购该机 意图用其对抗歼20隐身战斗机的重要原因 但注意 ERD先进鹰眼 只是具备了对抗隐身战机的最基本探测能力 也就是说 具备探测到歼20隐身战斗机的能力 但探测距离多远 能否连续跟踪 能否同时跟踪多个目标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从美国海军队 ERD先进鹰眼 预警机的态度上来看 ERD先进鹰眼 预警机 并不是单独使用的 而是和海基 宙斯盾 F35C 隐形舰载机的相互战力达 配合使用 组成一张紧密的探测网 再通过数据链 将情报进行总会处理 说的更加直白一点 ERD先进鹰眼 确实对歼20隐形战斗机 产生了一定威胁 但说其能够和歼20隐形战斗机相抗航 还是过分夸大了其作用 此前两校的外貌型 PL-15E 中距空空导弹 最大射程为145公里 那么解放军自用款的PL-15 中距空空导弹 无论如何最大射程 都是145公里起步 再考虑 ERD先进鹰眼 使用的涡桨发动机 其最大平飞速度 仅有626公里 每小时 平飞速度 肯定拼不过 歼20隐形战斗机 那么这个生死距离 还要继续拉大 至少需要拉长到 200公里左右的距离 在这个距离往外 ERD先进鹰眼 对歼20这类隐形战斗机的探测能力 还剩下多少呢 而且 解放军也不是只有 歼20隐形战斗机 空军装备的 空警2000 大型空中预警机 和空警500 中型预警机的探测距离 都比ERD先进鹰眼更远 搭配上解放军的 远程地空导弹 ERD先进鹰眼的活动范围 实际上会被进一步压缩 说白了 ERD先进鹰眼的性能 确实不错 但要看在谁的手里用 在哪里用和对谁用 这三个要素对ERD先进鹰的实战表现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台军手中 在台海空域对解放军 用这玩意儿 首先要考虑到 是能飞多久 不会被打下来 而不是能够和歼20 隐形战斗机对抗 一玩意儿 在台海空域对抗 打扣机对抗 这玩意儿 是能够的 是能够的 是能够的